今天呢,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就是所谓建筑作为一种呈现的媒介 也许这跟我们经历的项目的特征有一些关系 就是从几年以前我们开始有机会介入到一些非常自然的环境里面去做一些小型的建筑 然后到近两年我们开始有机会在城市的一个核心的地区做一些房子 所以慢慢慢慢我开始觉得建筑这件事情对人或者说对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到底是什么意义 这个是我们今年二月份在北京七九八针对一个美术馆的一个入口的改造 是一个算是一个小品式的实践 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一次实践的机会 但是这里面也蕴含了我们对城市一些看法 这个是这个美术馆叫木木美术馆在七九八整个七九八里面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方位 这个就是这个美术馆在两年以前这个美术馆入口的一个状态 也是七九八其实非常典型的一个状态 一个相对比较杂乱的状态 从这个这个是我们一开始一张一张图纸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我们当时在做这件事情一些线索 我们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用一种软质的这种金属网 用这种材料去把它原来的立面包裹住 在改造这个立面的同时 我们希望在它对面的一块很消极 就是原来的状态非常消极 这一块这个人行道旁边的所谓的绿化带里面 去做一个新的供人休息的广场 所以慢慢地形成了这个改造的这种更具体的一个方案 就是在这个美术馆的立面上 等于有一个跌落的这种金属网 形成一个新的半透明的界面 和原来旧的这个砖墙叠合起来 形成一种新的一种立面的状态 用半透明的材料去 它跟光自然光线会发生着有趣的关系 而且希望这个立面能够跟光变得 在光的作用下变得更加的生动 白塔寺实际上一直在北京 是处在一个老城里面的边缘地带 一直到今天都不是一个特别活跃的地方 然后呢白塔寺的政府 希望利用其中的几个院子的重建 作为他们整个这个白塔寺复兴计划的起点 这个时候我们要改造这个院子 因为这是一个拉长的一个景色 然后这一次的改造的政府的一个政策呢 是采用腾退的政策 我们在这个设计的一开始 也希望能够在策略上 不去扰动这个城市里面最宝贵的一些东西 最后呈现的一个平面的基本状态 就是在两个角落实际上是一间的studio 就可以出租的 他们自己都有一个小院子 这个院子肯定的尺度是有限的 但仍然能够提供它一个自然采光和通风的可能性 然后中间这个院子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公共的院子 是一个咖啡 然后两边的所谓的办公还是这个小型的公共活动 对着中间这个院子都是完全可以打开这种旋转门的墙的系统 整个这个入口等于是从青塔胡同 可以通过一个扭转的一个向道进到这个公共的院子 或者从这个这条小路去到另外一个胡同 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被穿越的院子 这是一个分层的轴侧图 看到这个院子结构和这个屋顶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是一个掀开盖的模型 看到在这个院子里面将来发生的一个生活状态 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场地 对场地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状态 重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 就是它整个这个地质因为它是一个秋陵的地带 所以那个城市总是在上上下下 就非常有意思 这是当时的一个慢慢成型的草图 就是建筑的体量围绕这个洼地 中间是一片被保留的这个自然的湿地 前期的一些模型 慢慢成型的一些建筑体量 就是等高线和这个建筑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最终大概的思路是一个连续的屋顶 等于下面覆盖了三个建筑 一个是它的文化活动中心 一个是它的健身体育中心 还有一个是它的社康医疗中心 然后它们之间的这种空间 由于有屋盖的这个覆盖 所以就变成一个户外的一种活动的空间 然后屋顶上面实际上是成片的这个绿色附土的这种做法 能够让这个建筑更好的融在这个山体里面 今天来讲今天最后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去年在离天津不远 在这个秦皇岛 一个在社区的一个租书馆 这件事其实起因是在去年的三月份 我们第一次去这个场地 的确有一种非常强的一种感觉 就是当一个人站在一个相对原始的海滩上 那种自然的一种力量 一种甚至是一种压迫的这种力量的感觉 这个是最终方案的一个示意草图 其实最终的这个方案呢 因为里面有四种功能 一个是它最主要的越南史 还有一个是冥想史 还有一个是活动史 然后还有是它有一个户外的一个平台 所以实际上是四条这个空间轮廓 抛线的叠加 但是我把这个四条线画在一起的 当时跟业主解释了一个含义 就是因为人在空间中的体会是有 因为你的身体是有记忆的 这种对空间的高低明暗的这种节奏的记忆 所以我觉得虽然它是四个抛面 但是从人的感知来讲 它是综合的一个体验 这是一个图书棚 这是一个越南空间 所以它就不希望在一天当中 有大部分时间有过于强烈的直射光 我们又希望这个空间可以充分的看到海 所以我们就有可能把这个东面打开 变成一个透明的界面 能够让人看到海 然后关于屋顶呢 这个屋顶是有一个方向的一个弧线 让这个空间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朝海的方向的 然后这条斜线 这条弧线在落地的时候 我们等于做了一个微小的处理 就是把这个落地的这个瞬间 变成了一个人可以坐在上面的一个椅子 就让这条弧线实际上跟人的身体 发生某一种关系 就是它好像跟人的这个身体的那个背部的弧线 有一种很含蓄的关系 所以实际上这个建筑就是由一系列的抛面组成 然后这个抛面在对应着不同的功能 和发生在这个不同的功能空间里面的一些人的行为 我就用这张图片作为今天的这个结束 这个是《公众日报》当时写的一个文章 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对 也是我的体会 就这句话 在一座海边图书馆里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看见了什么 你想要什么 也许你就能从这里面得到什么 OK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 谢谢 谢谢